《法術古今宗愛》 已經有典籍記載 奇門遁甲,巫術、道術 是否真的法力驚人 可以幫人又可以害人 一念天堂,一念地獄 匪徒利用邪術去騙色 或者殺人的香港重案 匹匹皆是 歡迎大家收看《晚吹罪光燈》 今集繼續有我歐錦棠 還有美女拍檔可宜 還有香港重案專家花家姐 今天我們首先要說一宗 令人很齒冷的兇殺案 我首先說 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宗教教派 聲稱擁有或是超自然力量、法術 假若相信她的所謂善信 用這些法術、力量去行食積福 沒問題,但心髓不正 去了行邪信、騙財、騙色 甚至殺人,這個效果不含之上 但這些性交改運 其實已經聽了很多年 但每年都不斷有人會中招 香港曾經在2010年 我記得有一個依賴 他喜歡了一個佛堂大師 後來當了一個依賴 那個人一直騙信眾 透過性交可以添福添壽 這個依賴結果一時看不開 感情上失意 得不到他的關注 竟然燒炭殺死自己兩個子女 提起跟香港邪術殺人有關的案件 一定要提到以下的八沙村戀和屠夫案 2002年10月20日 43歲越南籍男子唐永強 被揭發為達成五鬼復仇邪 煽殺後間兩名女童 並藏私於元朗八沙村的住宅內 案件當時轟動全港 最後唐永強兩項謀殺 及一項企圖謀殺罪罪成 於2004年被判處終身監禁 我看到了這個關係圖 就是喪心病狂的兇手 唐永強 是 當時43歲的妻子 亦是一個相關聯的人物 因他而起,可以這樣說 但他的花命很可愛 叫唐老鴨 真的很不差 因為他有寒輩 是嗎 而且可能因為 用這個方法 覺得自己這麼可愛 接近小朋友 對,號稱唐老鴨 這個兇兔的唐永強 是在台灣出生的 但在越南那裡長大 因為這樣認識了他的南洋那一帶 可能後期有些邪術之類 後來回到香港 維生就做了很多不同的工作 有一個特徵 他對小朋友… 女生情有獨鍾 他曾經有兩段婚姻 其實兩段婚姻都是非法的 為甚麼 兩段婚姻的妻子都是小朋友 在香港第一任妻子 就是14、5歲 16歲 還不夠 也不夠,已經可以衰11歲 也跟他生了一個兒子 但據說他生了一個小朋友後 他不時邀請到絕生界 邀請很多同鄉的小朋友 來家裡玩很好客 這段感情維持得不太久 之後他認識了第二任妻子 更令人害怕 11歲那時候 後來也跟他生了一個兒子 真的只要拿身分證 問題是那位小女兒 她堅持一定要跟這個兇徒一起生活 以死相逼自己的父母 你不讓我跟他一起,我便死了 她可以有這樣的… 我不能用魅力來養她 甚麼好 不知道 兩段婚姻 如果父母不用理會那麼多 警方一定會幫到她 一定會被抓到她坐牢 對嗎?但偏偏不幸運 第二任妻子跟他生了一個兒子 生了兩個小朋友 還有兩個 然後當然是畢務正業 攪拌過運輸的 運輸的生意 車也被人拖起來 這位妻子是姓范 范德山 很年輕,一歲 很年輕 我睡的時候也21、22歲 已經生了兩個人 對 出去卡拉OK當公關 當公關沒多久 你知道新世界就出去見世面 亦很容易認識別人 於是據說發展了新戀情 兇徒知道這件事 當然氣上心頭 經常很粗暴地對自己的妻子 沒多久 妻子就把兩個小孩放下 外出後還沒有回來 對,這就是看看 當時他們一起住在白沙村 亦是案發的單位 其實白沙村,大家未必知道的位置 其實在元朗有一輛車子 可以乘搭十多分鐘左右 可以乘搭 那裡也比較僅靜 這間屋… 我也曾經去過現場 是嗎 不過是幾年前 當時有一個尼姑住在裡面 我們再看下去吧 其實當時這個唐永強 因為太太離開了他 他就很生氣 然後他突然… 是否叫大失常勝 也不知道是否 他說… 這是他事後… 案發後說的 是 他決心要找五個 跟他有血緣的人 是 殺了他們之後 他們變成五隻鬼了 五隻鬼的力量很大 但可以向他的太太報復 是 於是他在2002年12月初的時候 他帶了自己的小朋友 去到元朗的一個廣場 那個廣場其實是在元朗市中心 大家都可能經過 裡面有抽閃卡的機器 有很多小朋友圍著玩 他遺忘了其中一個 在抽閃卡的小朋友 他就是11歲的陳樂文 而就把陳樂文哄他有閃卡 又或是有儀式 或是有小朋友 他沒有戒心 於是跟著這位堂老鴨叔叔 就回到白沙村的家 之後文文跟他的小朋友 在他家裡玩玩閃卡 這個時候 堂老鴨打了給他老婆 即范柳先生 跟他老婆說 你會否回來 你不回來,我就會殺人 其實變相有點恐嚇性分 有腰腰 對 但范柳先生那一刻 你也不會相信,對吧 你怎會覺得他真的會殺人 他就很晦氣地說 我不回來,你有本事就把他們焗死 結果他異胸,即兇手也不是異胸 就引誘文文上樓 用遊戲機引誘他上樓 繼而在鐵場上 就用枕頭焗死了他 焗死也不僅僅 他為了把他變成有血緣關係的人 因為他說那種邪術要有血緣 對…他殺了他後強姦他 是奸屍嗎 對 這是人嗎 而且聽聞也是很粗暴地對待 之後慰防,害怕他臭 被人發現屍體 便脫掉他的衣服 放在花園的沙井上 還用水封住他 希望臭味不會弄出來 這人是敏滅良心的 真的非常好 真是敏滅良心 其實到了同年… 即是同月,應該說是19日 殺完一個之後 也不是很久而已 沒錯,他從屍故忌 他在附近的公園 把另一個女童誘拐了 回到白沙村的家 她是10歲的女童,嚴沛山 也是在附近讀書的女生 也是用同一個手法 就是奸殺了他 然後這次不是放在沙井 因為已經封了 把女童塞在衣櫃上 藏屍 簡直放在這裡 他還想怎樣處理 沒錯,可能還有下一步 不能放很多人 因為下一步… 因為他這麼說 他一心殺了自己的三個親生子女 合起來是五個小朋友的命 沒錯 處心積慮 那三個都要陪伴 對,其實他殺了嚴沛山後 他打電話給他的太太 就說你再不回來 我就會殺三個骨肉 你自己考慮一下 即是警告他,威脅他 但他這個太太 可能當時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他很害怕,向他求謠 就說你怎樣也好 放過三個骨肉 到了12月20日時 唐永強剛才在白沙村的御所 要脅了自己的三個子女 繼而要阿山來到現場跟他相見 不然就決定引爆這個石油氣 大家抱著一鍋熟去自殺 警察當然來到 還跟他對峙了三個小時 最後警方決定不等 一定要破門入屋 在千鈞一發的時候 他真的引爆 所以他們四人都有受傷 甚至唐永強自己也受了重傷 重傷救了之後 他對於殺了兩個小孩的事 是直認不畏的 但一再強調他想他太太回來 向他太太報仇 他才會這樣做 這件事是甚麼理由都不成立 對… 為甚麼都不應該傷害無辜小生命 當然了… 對,繼而警方在家裡 當然第一時間找到第一條屍體 在衣櫃裡面 在衣櫃裡面 鹽沛山 剛才協辭 自己的親生子女是20號 是做了一天的 對… 做了一天殺死,剛放了第二天 所以他可能也有預謀過 我放了那條屍體在衣櫃裡面 也不可以放很多天 所以要及早行動 要逼他太太回來 但那是親生子女,是骨肉 他好像吃那棵生菜一樣 毫無憐憫之心 對,為了報復他太太 他真的甚麼都能做出 但當時我們只找到一具屍體 就是他殺的第二個小朋友 鹽沛山 有一個傳聞說 究竟他們是怎樣找到 第一個屍體… 不是,他自己供出來的嗎 對,陳樂文 不是,傳聞說 當時因為發生了這個意外 警方收隊晚上黑的時候 也要派一個警員 要在現場… 要看著鏡 對,是守候的 不只是拉著彈簾就行了 對,我不知道為何 會派一個師姐派一個女生去 自己一個人坐在門口 如果被罰,我真的覺得很令人害怕 但他說等到… 這一下也不是重點 他等一會時突然看到一位小妹妹 指著沙井 他覺得這麼有趣 他走到沙井一推 就發現紅毛尼封死了 才找到… 拘機了 找到她的屍體 這件事很靈異 在案發的現場 當然找到兇徒的太太的照片 插著五口釘 對 其實他很討厭他太太 這也是五鬼復仇 他說的一種方法 對 其實他有精神病嗎 所以到了2004年2月 高等法院宣判 唐永強兩項謀殺 以及一項企圖謀殺罪名成立 被判終身監禁 被判終身監禁,死有如故,對吧 稍後回來,我們說第二件案件 現在經常有事有發生的 性交轉運 有這種事嗎 還有我們請了一位風水師 上來跟我們熱身說法 性交轉運其實在道法上沒有 不過古時道教是一種叫防忠術 修煉長生不老 尤其是男性 有借鬼刀這樣符合嗎 犯案人用這些藉口去考立名目 去騙財,又騙色 可能揭書揭到 不,可能是 方家偶有些書買 他應該會學回來 第一節,我們說了令人 非常法子、齒冷的 兇殘的戀童案 我們要轉運,轉換話題 女士要小心一點 對,香港經常有人吃這道理 要轉運,要轉運 要用性交轉運 2013年任職寵物美容師的 25歲女事主 與男友感情出現問題 求助於自稱風水占卜師的 45歲被告羅偉略 被告建議與女事主 進行借鬼刀法改運 2014年3月至12月間 二人先後發生四次性交 及後女事主驚覺被騙報警 最後挪偉略並裁定 五漢以虛假藉口出自 非法性行為等罪名全部不成立 性交轉運,聽了很多年 我以為你說試過不行 不,我沒有試過 為何…我也很有疑問 為何還會不停發生 其實是否真的成功 寶若說得中了一格 入境處的人仍然有人選擇 我們這些禁去祈福 對 但其實這方面 我們待會也要問問 任君方面 我們就是這方面的知情人士 風水師 專家客 對,甘志玉師傅 麻煩你了… 甘志玉師傅,待會我們用風水角度 問問這件事 好 不如說說他之前是警戒的 對 是否有很多這些 是否很難成立 其實你要證明它是一個意圖 由開始到結宗,他也是不願意的 最重要是這個項目 你能夠成立到 你能否證明到這個項目 其實中間的過程也挺難的 像現在的案件 如果第一次不願意 你不會繼續到第二、第三、四次 其實這個項目的重點就是這裡 為何會第二、第三次還不繼續做 如果你發覺是他出問題的 第一次可能會不小心 第二次你應該會比較聰明 你會想吧 可能師傅說 不行,要多幾次 男朋友才會回心轉移 法力才會比較強 所以他做不到強姦 就用這個… 虛假藉口 虛假藉口 所以… 這個藉口… 這個藉口,所謂虛假藉口 聽名字很厲害,很厲害 借鬼刀 我看一首歌時 是否打錯字,借鬼力 鬼神的力量 不是,借鬼刀 借鬼刀聖膠轉運 有否借鬼刀這樣符合 在表面上看 好像跟茅山術或道法有關係 在這裡可以跟大家說 茅山術和道法是正派的宗教 他絕對不會做任邪上的事 如果做一些牽涉到任邪上的法 這個叫邪法 所以這個法是不存在的 他只是…我相信犯案人 用這些藉口去考納名目 是騙財又騙色 可能是揭書揭到的 不,可能是 方家學會有些書買 然後學會回來 這可能性是否有可能性 是假的 因為不只要他捐錢 還要女生自拍內衣相傳給他 繼而是一步步離 然後就傳裸照 其實為何告不進 法官也會想 其實你做了很多事情 自然的 除了剛才師傅所說 不僅是一次、兩次 其實你有聲音、裸照 而且重點是大家自力正常 他不敢相信你會這樣被人騙 好,這件事證實 這個人是… 假的 假的,自己考納名額來騙人 好,不用這個名字 為何那麼多人還會下答 是否有性交轉運這件事 性交轉運其實在道法上沒有 不過古時的道教 是有一種叫防宗術 防宗術… 大家都聽過,古時就是… 但我們也知道道教 他創教的時間是很早期的 在東漢的時間 創教的人是張道靈 就是張天師 他在創教時用防宗術的修煉方法 納入他的體系 所以在那段時間是很成行的 防宗術在道教中 他的觀念就是要長生 要修煉到人長生,然後升仙 他用防宗術的方法 去修煉自己長生不老 尤其是男性 他怎樣做 男性通常會找到18歲以下的處女 然後跟她們交合 但中間的過程中要交而不洩 男性要交而不洩 然後在當中吸收少女體內的精華 然後達到採陰保養的目的 其實以前的古法是這樣的 所以用這種方法 叫做長生不老法的方法 但後來到了大約元朝 傳真派已經掌管了整個國家 整個中國的道教… 然後將防宗術廢除了 因為當時傳真派是修煉 好像在佛教中要清修 所以將防宗術認為是淫邪的行為 不會再叫人或下人 然後去做這種方法 所以… 話說 在東漢時期道教開山時 即使有這種防宗術 也是自己修身的 對 當時是很盛行的 所以到了元朝的時間 才慢慢將它廢除 但中間有很多朝代的演變 亦有個別的道士 仍然修煉這件事 但後來這件事變成一種淫邪的方法 在道教是不接受的 即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是沒有這件事存在的 沒有這件事存在的 沒有這件事存在的 好,說了這件事,你又說說好嗎 我們之前提到的一件事 例如五鬼復仇 復仇… 有這件事存在嗎 以我所認知 其實在道法或茅山法 五鬼復仇這件事是沒有的 不過有類似的 類似是甚麼 其實茅山法有正法和邪法 茅山法其中有一種邪法是甚麼 它叫做借陰兵行法 借陰兵行法 然後到最後控制這五個靈魂 去幫他做事 這是屬於茅山法的邪法 所以也不主張或不鼓勵用這件事 所以也不需要特意殺人 不需要殺人 如果要找到鞋骨 找死人的… 更加不需要 控制的靈魂就可以 更加不需要找和我有血緣關係 其實不需要 但其實我們之前提到的第一宗案 唐永強說他強姦了小孩 繼而變成和我有血緣 那這個理論又是否正確 絕對不成功 正如我所說的情況 或者這個泛王人 去到其他地方或東南亞 學習了一些方法回來 既伴左道 教導他 根本不懂的 可能是亂來的 學習了既伴左道的方法 他以為是可以的 其實是不可以的 或者是不存在的 一般土羅市民可以怎樣分辨 哪些是真正道教 或者道教教派中 有這些法則去幫人轉運 我們應該如何分辨 道教徒一定會歸醫 首先他有歸醫症 或者歸醫哪個道觀 或者哪個宗教 一定會有歸醫症 如果是正式的 道教中的轉運方法 也有幾種 第一種是甚麼 傳真派和正一派 有眾經拜慘禮斗 這種方法 他是拜北斗星和南斗星 然後北斗星是定人的死 南斗星是定人的生 他會禮斗這兩個星 然後祈求轉運 以及轉禍為福 另外有一個方法就是點燈祈福 點燈祈福就是把人的元神燈 佈在七星陣中的燈上 然後吸收北斗七星的能量 然後令它轉運 另外還有一個方法就是 道教比較重視就是三元節 三元節就是正月十五 我們稱為上元節 上元節就是拜紫微大帝 稱為天官 他求甚麼?求賜福 另外中元節就是七月十五 就是拜清虛大帝 稱為地官 他求謝罪 然後第三個節就叫下元節 就是十月十五 就是拜水觀大帝 就是動陰大帝 求甚麼?求轉 轉禍為福 然後其實在道教裡 這幾個法事相當重視 所以這些方法可以轉運 這些是最正統的 在道教裡不會用符或符水 喝了就會令你比較剛強 或者用符去化解 一定要經過神明的儀式 然後才能由神明給你那種力量 這樣才能令你轉運 不可以由人令你轉運 人是沒有你的能力 你也不用想了 師傅,你也說了 經過人也不能幫你轉運 不能夠轉運 所以大家記住 無論要你的錢、要你… 要人交換 也不用想 而且無論人之生博可無 怎會這樣被人騙財、騙色 甚麼都騙了 不僅是我們這些 剛才救了18歲的少女 可能小朋友… 你真是挺好的 保養 對 小朋友更加要教 你想想唐永強的單案 如果小朋友的危機意識 比較強 不要去陌生人家 不要去陌生人說話 所以不僅是自己 更加要教育下一代 對,剛才可宜也說了 防人之心不可無 害人之心不可有 絕對 你用這些符法之類的假知識 去害人,一定會有報應 很感謝金師傅 謝謝 下集我們再研究其他案件 好 下集再見 記得訂閱這個YouTube頻道 更多ViuTV的足本節目 將會定時上架 按鈴鈴 一有新片,馬上通知你